新美市板桥有一间技术学院 昨天晚上发生了这对情侣 因为分手谈判不成 男方不但攻击女方 自己也坠楼送医的这个事件 这对学生情侣呢 是从校园议会活动认识的 所以呢 两个人后来在一起交往了三年 分手谈判也选在最熟悉的 这个学生议会办公室 但是因为这个学生议会办公室 不是一般教职员会出入的地方 就他们两个在里面 所以在里面谈判的时候呢 冲突发生了当下 没有人能够立刻阻止 脸书上一张张照片 看来情纯洋溢 但怎么找都找不到 这对学生情侣的合照 踏入大学校门不久 两人就开始交往 但感情路走了三年 近年争吵不断 相约谈判分手 却双双流血挂彩 双方约在四楼学生议会办公室 谈判分手 女方心意已决 男方想挽回却无计可施 突然抓狂 殴打推倒网信女同学 让她撞到铁柜 后脑因此流血 而陈信男同学则是拿出 预藏的剪刀自残 随后失控冲出教室坠楼 碰撞阳台外墙后落地 身上多处擦伤 她认为陈信心是男女朋友 可能也许有发生过增值 那在我们学校辅导老师 导师可能有一些 跟他们做过一些辅导吧 事发当下校方回应 轻描淡写 但却没发现看似单纯的 学生情侣分手谈判 可能是男方早有预谋 因为两人透过学校议会活动认识 进而交往 但随着感情变质 充满回忆的议会办公室 却成为男方选择谈判的地点 除了学生议会成员 一般教职员平常不会进入议会办公室 选择在这里谈判 发生冲突 没人能立刻阻止 再加上近年来多次争吵 恐怕这并不是第一次约出来谈 而是具有决定性的分手大摊牌 男方选在学生议会办公室 身上还遇藏凶器 不排除有预谋犯案可能 但校方对这起事件 至今没提出改善方案 也让人担心 学生之间的感情纠纷 是不是严重被嘀咕 借着李龙山朵立运新北市参谋到